这里不是新闻联播 这里是方言娱乐将 大部分人眼里明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走到哪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被很多人向往 论圈中勾心斗国太多 压力太大 几乎没得自我时间 时刻都处于精神紧绷状态 连续配戏导致明星的身体普遍不好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急助言 周杰伦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人 周杰伦他的过去影响了一代人 是整个90后的青春 只要发行新过 便会迅速占据过大平台的榜单 与妻子昆宁结婚后 他也慢慢淡出了乐坛 生活变得圆满 生下小周周和女儿后 算是人生赢家了 都是那样圆满的他 依然有着不可言说的痛 周杰伦一直患有家族性遗传病 强制性脊柱炎 那个病都和普通的脊椎炎差不多 不过在发作起来后 会马上导致全身疼痛无比 甚至连走路都要弯着腰走 平时都要依靠药物来缓解 那个病已经遗传给小周周了 没有办法躲过病魔的厄运 娱乐圈不仅一人患有脊柱炎 演员张嘉义也患有那样的病 也是因为病痛的原因 走路上很多时候只能弯着腰 结果因为那种走路方式 居然在网络上走红了 或许张嘉义也不希望 自己那样走红吧 除了周杰伦和张嘉义外 还有小龙利李若彤也患有奇怪的病 他的病极其的罕见 口水分泌线 赌赛症 虽然她是知名女性 有能力去治疗自己的病 但遗憾无法根治这种病 唯一可以缓解的方法 都是不停地喝水 所以在舞台下 经常能看到她在喝水 明明自己不口 还是必须要塞入水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娱乐圈是一个围城 圈中的人想要出去 在圈外的人又想要进来 不论什么时候 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呀 你们还知道明星有哪些职业病吗 下方留言评论 一小编分享一下 龙门阵摆起来都看方言小将 我去帮你 上网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感谢观看